大家好,我是燕子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道羊姜炒肉的做法 如果大家喜欢,记得点关注收藏哦 我们现在开始操作吧 羊姜是只有在夏季才会有的食材 它类似于竹笋的生长 但它的一颗会长出很多的侧芽 我们一般会用它泡成酸菜或者是炒制 不知道大家的家乡有没有见过这种食材 我们也把它称之为羊河 把羊姜充分的浸泡清洗出泥土 然后切成薄片放入清水中再次浸泡清洗 我们今天买了一小块前颊肉 把它切成薄片后腌制调味 刚才肉片的腌制加入了少许的盐 少许的老抽和适量的淀粉 少量的清水搅拌均匀 准备的辅料有青尖椒、大蒜片、生姜和大葱段 接下来锅中加油 油温三成热 我们倒入肉片快速的滑炒 肉片想要吃起来比较嫩 这个时间就不用太长 炒至微微变色 我们就给它盛出 然后锅洗净后加入油 加入葱姜蒜、蜡椒煸炒出香味 然后把羊姜空干水分倒入锅中煸炒 炒制羊姜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调味料 加入适量的鸡精和盐 保持食材的本味 在炒羊姜的时候要保持清脆的口感 炒至断生后我们加入炒好的肉片 大火快速翻炒均匀 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这道羊姜炒肉非常的脆爽 而且很下饭哟 如果朋友们的家乡有这种食材的话 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操作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关注收藏 或者是转发分享哦 我们下期见